那日期实验函数这个范例 第一个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综合练习 比如说我今天的格式是长这样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格式是怎么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格式 在内建的函数 内建的格式按右键 出称格式里面呢 它的预设其实没有 其实是我们制定的 在日期的格式里面 预设如果你要是 比如预设是西元年 那如果说你要是民国年的话 这边有个中华民国地 OK那当然 不过你会看到了 这个地方可能会牵涉几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中华民国地里面有接近的 但是它的这个分格符号是斜线 怎么样把它变成点 第二个呢 这个各位数字 前面没有补零 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补零 包含日跟月跟日 OK 那第三个问题是 后面它没有加上周 周级 OK那我要怎么样自动 把这个周级的讯息给加上去 那这里的话 当然你预设没有 你就要变成要把它改成制定的 好那怎么样制定出来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一个可能需要知道的 那 当然你可以想想看 这里怎么去把 这个格式做出来 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 说那我要怎么样可以 最好是可以向下 向右一次就可以把整年度的年历给做出来 除了年历可以做出来之外 当然年有什么方式可以很快的做出来 那答案就在前面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像Eday Eday的话就是说 比如说相差一个月 相差几个月 Eday这个函数 主要是算相差几个月 它帮我产生 我要的那个日期 Eday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的 用慢时 或者其他函数 可以自动帮我产生一整年的年历 那我需要的结果 大概就是 就是直接怎么样 可以向下 向右 直接一次性的 全部帮我把年历给做出来 另外第二个就是年历做出来之外 我如果希望礼拜六礼拜天 用不同的颜色做标注 那礼拜六礼拜天 一年的话 是52周嘛 那变52个礼拜六礼拜天 假如说 你要逐一个去 涂颜色 填颜色 当然一定是不对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自动 或者是可以快速的 把这件事给完成 OK 所以这个年历的 这个 最后练习题 大概就是要做这两件事 一个是怎么样把年历 一次快速的完成 第二个是 怎么样把礼拜六礼拜天 涂颜 就加上颜色 OK 好 那这个等一下再来看 也许你有时间的话 可以先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那我们逐一来看 先把前面的 个别的函数先了解 再来看综合练习 那首先第一个 再切上today这个工作表 那 当然第一个 如果我希望 得到今天的日期的话 其实至少会有几个函数 当然在参与函数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在这个类别里面 你可以找到日期及时间 也就是说 他会把日期跟时间相关重要的函数 都放在这一个 这个群组里面 那其中当然有一个是today today的话 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呢 他不需要任何引数 所以只要按确定 他就会去抓到 你的 特别重要 是抓到你这一台电脑的系统时间 OK 那 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个 你可以用today来做 OK 那除了用today之外 当然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插入函数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now 那这个now呢 可不可以取得一样的结果呢 其实按确定 他也不用引数了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呢 两个的结果 是会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两个 其实他最大的差异 顾名思义 today 他只会抓今天的日期 但是now呢 他除了会抓日期之外 他还会抓现在的时间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把这两个的格式 再稍微改一下 出这个格式里面 假如你是抓时间好了 时间的格式里面 如果你是抓 有日期 又有时间的这个格式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两个的差异才看得出来 那也就是now 他会去抓日期 也会抓时间 所以现在时间 那可是today的话呢 他只会抓日期 如果你 给他时间的话 他会停在12点钟 OK 所以这个地方最大的差别在这里 不过当然一般 一般如果你只是要日期的话 那你当然可以不需要去 去用到now OK 不过其实两个都可以啦 但如果你 你当然 如果有时间应用 记得用now就可以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我如果格式 假如today好了 比如说today 我希望请你帮我把格式 改成我们那个综合练习 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 就是明国年 点 不是斜线 OK 然后呢 是月跟日 如果是个位数要补零 后面要加上周级 OK 那像这个格式的话 该怎么做 基本上 在讲这个之前 我先把这个格式 先除掉格式 假如说呢 我用通用格式 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如果你用通用格式 通用格式实际上 你会发现 它回来的结果 格式的结果 你会发现 它却是一个数字 而且这数字呢 是42,633 到底这数字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 日期 你如果用通用格式 它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数字 那实际上 根据官方的说法 就那个Excel的官方说 里面的说明档 它讲得很清楚 实际上这个数字 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跟1900年的 1月1号 相比之下 就是两个比较 相差几天 OK 也就是说 以1900年的1月1号 当成是一个日期的基准 那个算是开头的 OK 如果1900月1号算第一天好了 一直算 一直算 算到我们今天 总共是42,633天 那也就是说 实际上 Excel里面的日期 它就是一个数字 如果是记录在Excel里面的话 它是记录是一个数字 而且是一个整数 没有小数点的 OK 那如果是有小数点的话 比如点多少 通常是有时间 如果 因为后面 时间的话 一整天就是1就对了 所以你就是用24小时 去除以 就是1去除24小时 反正等分之后 它就是 就算下来 反正就是一天 那也就是后面 如果小数点的话 它就把它当成是时间 但如果你是整数的话 它就当成是一个日期 后面就没有时间了 OK 就 如果你给它 像刚刚 Today的话 那它就会 在那个后面 帮你用12点钟 OK 好 那所以第一个 如果是日期的话 你有个观念 它就有个数字 所以 如果你两个日期 比如说 未来日期 减掉前面日期 那相减 它其实相差几天 出来 就是答案了 那日期比较好解决 可是月份跟年 会比较不好解决 因为月份的话 又有分成不同 有30 31天 那2月又有28天 29天的差别 所以这要怎么解决 等一下会来看 好 第一个就是 日期其实是一个数字 第二个的话呢 那如果我今天 希望格式化成这样子 那该怎么做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按右键出这个格式 那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说你将来要格式化 成某一种格式 你可以先找一个接近的 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找一个日期里面的 中华民国立 那也许最接近的是这一个 OK 那当然不是按确定 按确定的话 它出来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在找到它之后 按个制定 那制定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它民国年 前面一定会加这个符号 表示它帮它格式化成民国年 一的话实际上就是年 斜线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更改 其实这个制定的话 你可以把斜线可以delete掉 改成点 所以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希望把斜线改成点 那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月份跟日期 假设是个位数字的话 要自动补零的话 其实很简单 一个M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再多一个M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MM 这边再加一个DD OK 这样的话呢 你会发现 9月就变09 那如果是日 也是个位 它会自动帮你补零 所以MMDD OK 好 那这个地方 你按确定的话呢 结果 看到的 好像已经很接近了 还差一个什么呢 差一个就是说呢 周级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 格式变成周级的话 其实你在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你可以先观察一下 在日期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西立 西立里面会有周级 可是周级里面的格式 到底是什么 你不知道 其实你可以什么 点一个制定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的周级 这个后面呢 你会发现中瓜湖后面呢 就会多出了三个A 那如果说你将来 希望产生周级的话 其实很简单 只要在什么 在这个格式 把它取消的 再进来一次 记得就是在 滴滴的后面怎么样 先加一个小瓜湖 移到中间 加什么呢 A A A 有没有发现 周级就出现了 OK 所以如果将来 你希望在 你的那个日期后面 加上周级的话 那实际上就是三个A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希望 产生是什么 星期级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再加一个A 有没有发现 就是星期级 所以三个A就周级 然后呢 四个A的话就星期级 OK 那么按确定 这时候格式就出来了 所以 刚刚的这个格式怎么来的 基本上 就是我刚刚做的动作 滑鼠按右键 出现格式 当然你 我刚刚讲预设是通用了 这个是它里面储存的 那 那你可以选选一个接近的 记得是中华民国力里面的 这一个 再切到制定 再去改 改这里面的东西 改完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主要 我大概就是改一个点 先把这个斜线改跟点 然后这边改成MM 这边改成DD 后面再加个刮弧 然后AA 夹上去就可以了 按确定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这部分 所以请各位 稍微试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 后面 剩下天数 那因为2016 2016的奥运已经过了 所以现在 先把它改2020好了 假设2020 那2020的那个奥运 假如那个天数 我们就输入到这里 2020的 假设8月1号 假设是这一天 那请问 这一天到 就是今天 到下一次的奥运相差几天呢 我刚讲过了 实际上它里面按右键 除了格式嘛 这里面如果用通用格式啊 它就是44,044天 有没有 那里面就是一个数字啦 跟那个190年1月要相差几天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得到 距离那一天几天 其实很简单 就怎么样呢 把它等于 把什么呢 未来日期比较多啦 减掉什么 减掉今天日期嘛 OK 打勾就可以了 1411天 不过有的时候 如果你日期减日期 它回来的格式 有可能会是那个 也给你是一个日期啦 就是会变成像这样子 因为你日期减日期 它以为还是日期 所以你知道怎样 把这个日期减日期的结果 直接在格式化成通用的格式 就OK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么主要是了解 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第一个 如何取得今天的日期 或者是今天的日期加时间 那你可以用today跟now 去做那个取得 那个日期的 这个部分 第二个就是 再做一个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部分的话 可以参考综合练习里面的 那个格式 就是民国年 然后再加上那个 可能是两码 就是会补零 然后呢 瓜葫需要星期期 那最后就是说呢 距离下一次的奥运 因为我们本来是2016啦 不过已经过了 那你就把它改2020好了 假设是8月1号 8月1号的话 那跟今天相差几天 所以未来 其实你要算相差几天 是蛮简单的 就把两个日期相减就可以 它本身记得 它就是储存成一个数字 所以在e-sale里面的日期 其实不管是e-sale日期 其实在那个资料库里面的日期 它本身也是一个数字 所以基本上 只是说它帮你格式化 成你看得懂的格式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家帮各位了解一下 大家别呢 有没有 想起来 200 200